哈喽,大家好,我是起聪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呢,就是我们的财政部长呢 今天又出来讲了话了 他说呢,他所展示出来的数据呢 是不会说谎的 他的数据呢,证明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并没有失败 OK,好 他一直念之在之的数据是什么 他所谓的数据呢 就是说马来西亚的那个经济复苏的数据 多少巴仙,多少巴仙 OK,我相信,我相信那个数据很漂亮 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数据是怎样来的 那个数据呢,是因为呢 他的起点够低 他每进步一点点呢 就是很多巴仙,很多巴仙那种 我这样讲,你们可能没有什么概念 我打一个比方,你们就知道 OK,我们比如说 小明,他在学校里面的考试成绩非常的差 他的考试成绩呢,只有20分罢了 20分哦,他的起点就是20分哦 OK,下一次考试的时候 他进步了10分 变成30分 这时候你知道啊,他的成长率是多高吗 20分成长到30分 是50%的成长率,你懂吗 OK 在下一次考试的时候呢 他从30分呢,再进步成,变40分 40分呢 这样你知道他的成长率是多高吗 但是他分数只有40分哦 OK,在下一次考试 他从40分呢,进步成50分 这样你知道他的成长率有多高吗 25% 你看到他成长率几高了吗 从50%变33%变25% 但是呢,他其实只是从20分变30分 变40分变50分 这样罢了你知道吗 因为他起点够低 所以你现在明白吗 这个财政部长跟你吹 他的经济数据呢,是有极高极高 这是因为他的起点够低 因为那疫情那几年了 我们的起点已经被丢去很远很远了 所以那起点很低 这数据任他怎样吹都可以 但是我们老百姓呢 非常清楚的知道 我们的经济是好是坏 我们自己非常的了解 我以前我有说过 要知道我们经济是好是坏呢 有一个最好的指标 就是呢,你看我们马来西亚 有多少人去新加坡做工 如果这个人数增加的话 就代表新加坡的经济 跟马来西亚相对来说好我们太多 马来西亚经济是越来越差 所以越来越多 马来西亚人要去新加坡做工 你看 你知道我们马来西亚呢 每天来回新加坡做工的人 就已经有30万 还没有包括60万是住在那边的 马来西亚总共有90万个客工在新加坡做工 其中30万就好像这样 每天坐摩托来回的那种 而且呢 你要知道每天拜五礼拜天 在那个新山 那个新楼关卡那边 他们讲好像每天在开演唱会 多少人在那边 几十万人在那边 他们说这几天呢 就是开演唱会的时候 所以你想啊 马来西亚经济很好吗 为什么还这么多人去新加坡做工 你想一下 当有一天呢 马来西亚没有多少人去新加坡做工 还新加坡人要倒反过来 在马来西亚做工的时候啊 我就相信你马来西亚经济好啊 还有排长龙呢 不只是那个customer了 还有其他地方也排长龙哦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之前呢 这个财政部呢 不是开放这个工具金局 给每个人领那一万块 来解蓝莓之急 来解决生活上的需要 你看他这个政策一出呢 排长龙啊 我告诉你我们老百姓啊 这个工具金对我们来说呢 这个是啊 不是毕不得已都不想去动的东西 你工具金里面的钱 你会想要去动吗 你不想去动是不是 那是你养老的钱 真的是要到了毕不得已 已经没有选择之下 才会选择去动这笔钱 就是现在经济已经是非常的差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很多老百姓呢 去排长龙 去领那一万块出来 如果我那一万块不领出来的话 可能家里开不了饭的那种 所以马来西亚经济好 马来西亚经济好到 有人在工具金那里排长龙 拿那一万块出来 还不止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经济数据 我现在给大家看的经济数据 都是2022年 我特地找今年的 我不敢找太久 我找今年的罢了 马来西亚的大学生平均薪水多少 你们看一下 2500块过了 马来西亚的大学生的薪水平均2500块过了 可能很多人看到这2500块想想一下要怎样活 所以大学生 马来西亚经济非常的好 大学生平均薪水2500块 还不止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马来西亚这几年呢 从2020年到现在呢 两年多的时间呢 有17000多个人破产 可想而止 马来西亚经济非常好 每天这么多人破产 经济还这么好 OK 所以 我给大家 举出来的这些数据呢 是不是比财长举出来的数据更有说服力 更加让你有一个概念 现在马来西亚经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们公平的来讲 现在财长在这边跟你讲 我们现在我们经济负数了多少%多少% 啊 跟我刚才搬出来的那些东西来比较 我搬出来的什么 我们有多少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做工 啊 新加坡跟呃 有多塞 啊 还有公寄金局有多少人排队领了一万块 啊 大学生的起薪只有2500块 然后我们这三年里面呢 有17000个人破产 啊 你们讲一下了 拿一个数据可以让你对现在马来西亚的经济更加直观的 啊 可以看得出现在马来西亚经济到底是好还是坏 啊 你们自己公道在人心啊 啊 ok 说到底 现在大选要到了 啊 当然 我们的财政部长啊 甚至整个内阁呢 怎样都要出来粉丝太平一下呢 怎样都要说天下没有什么坏事 全部都是好事 啊 大家都非常好 大家都过得非常好 经济也非常好 哦 大概是这样啊 不然这样叫粉丝太平 啊 但是 无论你怎样粉丝都好 好的东西就真的是好 不好的东西就真的是不好 啊 老百姓 切身关系的柴米油盐问题 不好就是不好 没有的骗了 啊 这是事实了啊 啊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